觀觀疫情依然嚴峻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 全民強制檢測 具有法律效力 不強檢 會有處罰 形容是 衰檢 必檢 全民檢測預計 3 月內做這些工作 期間會重複做3次全民檢測 7日一轉 或5日一轉 期間每天要做快速檢測 林鄭月娥又說 暫時決定已 出生年份分批 即是都是看身份證 而全港各區設立幾百個檢測中心 檢測人士 需要預約 減低排隊 不理想情況 亦都會設關內安排 預約檢測人士 可以多帶兩個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一起檢測 去之後回應提問時補充 現時沒有計劃禁足 不過 多名專家 都認為要禁足 才能達到效果 更建議至少禁足一到兩個星期 是否禁足 和禁足多久 連日都成為網上熱話 有網民支持做法 認為可以盡快運出隱形患者 切斷傳播鏈 走出疫情 但亦都有網民 擔心生計難保 好 手停好停 怎麼辦 是否不用上班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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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